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复习 还有总结一下 咱们循环的第三种应用场景 我们说循环的第三种应用场景是什么呀 便利指定范围的数 也就是说给一段指定的范围 然后把中段范围当中的每一个数把它找出来 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打印出1到10之间的每一个整数 是吧打印出1到10之间的每一个整数 那么这个是怎么便利呢 这个我们说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给你 比如说我们说便利n到m之间的 n到m之间的每一个整数 好了我们说实现步骤怎么实现的呢 很简单 第一干嘛呢 是不是先声明一个循环增量 先声明一个int类型的循环增量 循环增量 然后呢i 是吧 记住并负值为多少呢 记住并负值为多少呢 为n 并负值为n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wile的循环条件 第二步 咱们这个循环条件 wile wile循环条件 写什么呢 写上i小于等于m 啊 这循环条件 然后第三步 是吧 在循环体当中 记得i++ 是吧 然后呢 在循环体当中啊 第四个啊 OK 在循环体当中 记住 循环增量的值 循环增量的值 就是就是n到m之间的每一个整数了 OK 就是n到m之间的每一个整数了 比如你看 我写个 比如 它就是 in的i in的i 等于n 啊 等于n 然后呢 循环条件 wile i小于等于m 啊 i小于等于m 就是这个啊 然后呢 一对大个围起来 然后这里面记得 i++ 然后呢 i啊 记住 i就是什么呢 就是n到m之间的整数 m之间的整数 这个呢 是最简单的了啊 最最最最最最最简单的了 就什么意思 好 你看 写一个随便写给你了 比如我答应 10到20之间的每一个整数 那么就是 inter i等于10 然后呢 wile i小于 等于 20 然后呢 i++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在循环体当中 i的值 就是什么呢 就是10到20之间的每个整数 present f 我把这个i的值收出来 gong a 然后来个什么呢 来一个i 整个招 你看 这个时候 10到20之间的每一个整数 就打出来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i等于10 所以打的是10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i的值已经变成起来 11 所以这个又打一i的值 这个时候i值变成11了 有个问题 有人说 老师我这么写行不行 条件我写什么呢 我写上i小于21 可以吗 可不可以啊 i小于21 是不是完全等价于 i小于等于20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小于21 也不会有问题的 好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 循环的第三种应用 这个太简单了啊 以至于我们 都没有出跟它有关的练习题 是吧 因为我觉得 有点侮辱大家美了 是吧 这是我们循环的第三种应用啊 然后循环第四种应用 这是第四一个啊 循环的第一 循环应用之四 循环应用之四 是什么呢 是找出指定范围当中 符合特定 符合特定条件的数 找出指定范围当中 符合特定条件的数 OK 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找出指定范围当中 符合特定条件的数呢 我们说这个蛮简单的啊 意思就是说 给一段范围 是吧 给一段范围 OK 然后在这个范围当中 是吧 找出符合要求的数 符合要求的数 我们说这个思路 应该讲的了 思路是怎样的了 思路是怎样的了 很简单的 先变立这段范围当中的 每一个数 然后呢 判断变立出来的数 它是不是符合要求的数 如果是 就把它找出来 如果不是呢 哪来哪来快 所以思路啊 实现的思路是很简单的啊 实现的思路 OK 第一步 先变立这段范围当中的 这段范围当中的啊 每一个数 OK 先把这段范围当中的 每一个数先找出来 然后 第二步 OK 然后第二步 干嘛呢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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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立出来的数 是不是符合要求 OK 这就是两个思路 当然 如何去变立 这段范围当中的一个数 那么是我们 上一步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 比如我们说 我举个一句 比如我们说 找出 是吧 请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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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到m之间 是吧 符合要求的数 好了 很简单 第一步 先变立 n到m之间的每个数 in to i等于n 然后呢 y n 小于等于 m 好 来一个 插过号 然后呢 这来一个 好 这里面写个什么 最后写个什么 写个i 加加 好 写个i 加加 i 加加 好了 是直接打印i的字吗 不是 如果你直接打 如果说你直接打印i的字的话 那就什么了 是不是就是把n到m 这每个数都找出来了吧 而不是的 我们说只要只能是 i是这个符合要求 我才打印它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个判断 如果便利出这个数i 是吧 符合要求 好了 这个时候 我才干好 嘿嘿 是吧 在干啥 是不是才找出i啊 是吧 这个时候我才把i找出来 大概的步骤 大概的框架 就是没有框架 OK 举个例子给你吧 诶 题目啊 我们上中的题目 第一 这个题目已经说过了 所以呢 我就不再去说了 是吧 第二 找出一到一百之间 六的倍数 然后呢 让你统计 六的倍数 一共有多少个 其实这个应该有两个需求 是吧 诶 你想要找到一到一百之间 六的倍数的个数 首先第一步应该先干嘛呀 你应该先把六的倍数 先找出来 俊阳俊阳我说 诶 请统计 我们班帅哥的个数 那么第一步 是应该先把我们班帅哥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再数一遍啊 所以你要找到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的个数 那么首先第一步 你应该把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 先找出来再说 找出来再说 好了 我们 把这个题目也愉快地说 那么一小项 这是我们这个题目啊 我们说思路非常简单 思路 先找出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 先把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先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再统计 是吧 好怎么统计 那是一会儿的事情 那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啊 我们先把一到一百之间的六的倍数 是不是先找出来啊 好 要找出一到一百之间的六的倍数 那么我们说怎么找呢 对 先便利一到一百之间的每一个数 然后判断出来 那判断便利出来的每一个数 是不是符合这个特定条件的是吧 那个打瞌睡给他一耳光 对 再给他一下 站起来 我没让你坐下 你不要坐了 好吧 OK 所以第一步 我们应该先找出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 一到倍数 先自行进行的 是吧 那么首先 怎么找出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呢 先便利一到一百之间的每一个数 这个太简单了 是吧 先便利一到一百之间的每一个数 int int 然后呢 i等于一 然后呢 while i小于等于一百 然后呢 i加加 好了 这个时候 我就去便利出来了 一到一百之间的每一个数 好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直接把i打出来 不是的 我们判断i 是不是六的倍数 才能找出来啊 所以 如果 i 摩一 六 等于等于零 O 这个时候 i是才是我们的找的数啊 那我先把它打出来看一看啊 这个时候 百分号 d杠n 然后来个什么呢 来一个i 嘴子 你看 这个时候 就把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找出来了 但是 我们是把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打出来吗 是不是打出来 不是的 而是要统计 一到一百之间 满足这个条件的数比有多少个吧 好 我们说统计 那么你听应该做什么事情 说先声明一个变量 是不是 先这么一个应该变量 看得 找到一个 我只要找到一个数 我说他加一个就可以了吧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来一个 counter 对 counter加加 c-o-u-n-t 看得加加 只要找到一个整出数 就是我不是打印 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打印 是不是 只要找到一个这个数 我就给你加一个 只要找到一个加一个 所以 这个循环完了以后 这个counter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就是这个条件满足了次数啊 也就是 可以被六整出的数的个数 好 我把它counter值输出来看一下 printf counter c-o-u-n-t 等于一个 博分号 d-n 然后呢 把这个counter输出一下 Let's go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多少个呢 有16个 有16个 是不是这样的了 没错吧 没错啊 好 这是我们的一种解决方案啊 但其实有人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写在这里感觉老牛逼了 它怎么写的呢 它这么写的 inter i 等于零 我们是要找 我们是要找一到一百之间六的倍数 对不对 inter i 等于零 然后呢 while i 等于一百 它也是这么写的 然后呢 接着 直接输出 i 的值 百分号d-n 直接把s输出来啊 然后i 加等于六 这样思考一下 这样写行不行 这样写可不可以 能不行 你先定位 能不能把它找出来 谁知道 起一个 除了零 不可以 除了零之外 我们要求是一到一百 对不对 除了零之外 是不是都ok啊 原理能明白吗 因为你从零开始 你加一个六 再加一个六 再加了 这绝对是可以被 并且只有加六 才能被六整除啊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案 这也是一种方案 那么有人说老师 如果是零怎么办呢 如果 i 等于等于零 怎么办 continu 我就不答应零了嘛 但是这个 i 等于六 或者说你把它 i 加等于六 把它放哪 对 放上面 或者说是把这个 i 加等于六 放上面 这也是可以的 能理解不了 能理解不了 这么做也是可以的啊 这么做也是可以的 ok 这种形容明显感觉到 是不是就 瞬间感觉到那种 高桑大的气息 是不是扑面 一面而来啊 是不是啊 好了 那么这就是 咱们这个循环的 第四一种应用 找出指定范围当中 符合特定条件的数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